YDM智慧禪 能荣有福 摩擦误会仇恨 会堵塞快乐的源头 忍耐包容宽恕 是福慧一生的根本 妈祖慈悲 妈祖慈悲大家好 本周一等妈祖是给我们的 智慧禪禪是能荣有福 妈祖说 摩擦误会仇恨 会堵塞快乐的源头 忍耐包容宽恕是福慧一生的根本 顾问看到禪禪 你都要联想到听到的一个笑话 有对新婚的夫妻开始一起的生活 南门两家从小的背景 成长的背景两个家庭不一样 南门有一些摩擦 习惯的不同造成的一种生活 要调试摩擦 就说吧 早上刷牙 晚上睡觉成刷牙 那个挤药膏 然而习惯就挤中间 比较有效力 一挤 就是刷牙 牙膏一起出来刷牙 你的 比较讲究那种美观 中规中挤的 从尾端开始挤牙膏 所以开始结婚的时候 男的还是一样 中间挤 你的是从尾端去挤 整整齐齐的 你孩子开始就很不习惯 说老公啊 你挤药膏不会从下面挤吗 这样才看起来 牙膏放在摆在那边才好看啊 老公说 太麻烦了 工作要有效力 一分钟五十块钱 价值五十块 要有效力 中间一挤 能刷就可以了 那一朗如故 都不改变 这个 女生呢 太太呢 就会觉得 我跟她欠告 都对着欠告 她为什么不听 毅然如故 欠也欠不听 很难沟通 她一点都不爱我 那咧 就是啊 干嘛这么斤斤计较 一定要中规中矩去挤那边 就是很率性 我干嘛要听老婆的话 怕老婆 就这样子 两个呢 除处一阵子呢 有一天呢 那个 老公不小心刷牙 这个牙膏呢 就啪 就掉下来了 老婆在外面 听到 好像老公 不知道再生气 情绪这么差 摔 这个牙膏 代表抗议 就产生这个误会 其实是不小心掉下来 牙膏掉了 人家觉得不好脸色 给男孩子看啊 人家也不沟通 就彼此为了这个牙膏的事件呢 开始累积下来 以前是爱啦 爱得很深啦 可是为了一个牙膏 后来那个丑恨呢 就起来了 就是互相呢 看对方不胜 到最后搞了离婚 这个就是一个人 每个人有生活的一个习惯 你不能去容忍别人 永远还是以我 自我 我的看法为对 当然 两个人在一起 怎么会快乐 人生快乐的一个源头 就是要放空 放下 你才能喜悦啦 常敬我乐 在宗教常人讲 你那个我 这么大 那个自我这么大 都以为自己对了 你没有把自己放下放空 就像杯子一样 你水不怕倒掉放空 你怎么容得下 别人的一种习惯 别人的看法想法 如何去沟通 所以反向来讲 人耐包容宽视 我们人与人的习惯都是不同 开车的习惯会不同 有人喜欢开车 喇叭一直按 有人也是默默的 从来不按喇叭 每个人的习惯不同 你遇到了 你就要忍耐 人家喜欢按喇叭 都是他紧张 他提醒别人 让他提醒别人 配合他 你不按喇叭 你本来就是 你不习惯 不习惯按喇叭 讨厌按喇叭 人家按你就让他按吗 你不要那种 真恶心 真心的跑出来 你说包容 因为每个人的 遭遇不同 他可能曾经因为 忘了按喇叭 不小心撞车 所以他从此以后 一不小心 一有危险 稍微有状况 就会按喇叭 你要懂得宽视人家 假设 我们人 能放下 人懂得 人的生活的背景不有 人的造语不强 就学习下来 我们的观念 做法 思考模式 本来就会不同 不同的民族 要容忍不同民族的 习惯文化 不同地区的人 也有他不同的习惯文化 我们一道人 不要生气 好像忍耐 忍耐也不一定 你都马主教人不要忍耐啊 可是这个形容词就是一道事情 你就忍下来嘛 你就静下来 不要马上反弹 不要马上说 对方错 你是对的 站在这里场 你用包容 还懂得会重要的宽视 那姑娘听过佛教的故事 我蛮感动的 有一个师父和上修养很好 有一天呢 有人跑到她的庙里面呢 就说 你跟我女儿生个小孩 因为我女儿还没有出家 怀孕了 我问她 小孩的爸爸是谁 她说 你这个师父 你做一个庙的主厨人 你竟然跟我女儿 竟然让我女儿怀孕 就攻击她 告她 她也不辩驳 因为这个师父修养很好 她很不辩驳 她忍耐 包容 她都不讲话 她被受委屈了 她都不讲话 所以女儿子说 她怀孕了 她的孩子是这个师父的 那个师父都不讲话 那孩子生下来呢 这个家长说 你来养 你要有责任来养 她名义扫地没有关系 她还养这个小孩 要养这个小孩 养到呢 五六岁 那我又睡以后呢 这个女孩子 就是这个妈妈 才带着小孩的亲生爸爸 来找她 这师父很对不起 当我们人情 不小心怀孕 那我先生也上京 敢考 还考赚人 那也不能讲是他 我爸害了他 所以我把他推给你 那师父真的包容我们 那现在我小孩带回去 那我师父呢 也不讲话 那小孩子让他带回去 一点也不苛责他们 宽释 这个地区的乡村呢 乡里人呢 知道这件事情 我误会了这个师父 误会了五六岁 很对不起他 大家的默默的 心里那个内疚 对师父的修养 非常的佩服 来了说孩子是你的 他也不辩驳 他也不辩驳 他就包容 那带回去呢 他知道是谁 才是真正的爸爸 他也宽释 他也无所谓 那就是和他讲的 他已经到达那种 无我 那种无我呢 放空 就像水域里面 我们的水域放空 他可是装很多 水域的修为能做到这样 那就是很有忽悔的人 那个真的是大和尚 大圣人 成仙成火 所以人 就是因为这个我 你太大了 太高大了 你容不得别的 所以你常常会觉得误会 因为你没有忍耐下来 来包容别的 来宽视别的 你就不会 会产生容易产生这种摩擦 误会 仇恨 你一生就不会快乐 快乐的源头 就是无我 当一个人放下了 全世界都是他的 就是能容 他可以容纳全世界 全天下呢 没有我不能尊敬的人 全天下呢 没有我不能爱的人 全天下呢 没有我不能容忍的人 全天下呢 那个容 他真的真的看 那个度量就大 他就会忽 他就可以忽悔一生 所以如果 常常因为意见跟人不合 的摩擦 就很容易产生误会 因为人是相互回报的 你用什么眼睛 眼光去看人 人家就怎么眼光看你 你容忍别人 宽视别人 连别人都容忍你 而宽视你 你是相互回报的 所以 一生 一个人的福报 智慧 就再也能 炎亮别人 炎亮自己 因为我们 在转述当中 带了很多业力 才到人生当中 都是苦命人 何必又互相的残害 所以 尊重 所有的人 尊重别人 别人永远是对的 所以 我们要 把自己 这个我 放下 让它 空掉 我们才能 融下 这个全世界的 福报 跟智慧 所以 真正快乐的人同 就是 没有我 把自己的我 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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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 进到别人的心里面去 你把自己缩小 没有了 你就像 盐巴 融入个大海 融入这个宇宙当中 你就 拥有 所有宇宙的一切 以上 是各位的感想 故事跟各位分享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妈就慈悲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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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